望线,思君知否,第二集,清澈纯粹,他起身走到他面前,低下头,魏英不解抬起头看着他,那双蓝战喜欢的好看的眼睛无声地询问怎么了。 蓝战吻上他那双眼睛,看着他因为自己突然地举动不好意思的样子,心里一片柔软,他牵着他的手来到书桌,让他坐在椅子上,而后站在他身后,把他还在自己怀里。 县县,你怎么看江氏这突然地提出的不再跟金氏和蓝氏合作?县下江氏谁做主?前些日子,江宗主突然身体不好,便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。 魏英点了点头,江城他有听说过一些,这人说他稳重,可又遇事急躁,而且很喜欢和人比,可总是比不过。 夫,蓝战偏过头看着他,魏英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二哥哥,你刚刚说他不和蓝氏和金氏合作,可有提到魏氏? 没有。如今仙门百家,蓝氏,金氏,魏氏皆有联姻,盘根错节,可是他却没有提到魏氏,看来是不是有什么过节。 三年前,江氏还是个小家族,江宗主为了在仙门百家中立足,便让他的夫人跟金夫人定下婚约,长女嫁给了金氏大公子。 可,魏英点了点头,金氏大公子跟江氏长女的事他也知道,虽说家族联姻,可也秦瑟和明,可惜遭人算计,死于非命,留下一个遗孤。 可是这江城怎么回事?线下他自己单方面提出,想来那江宗主还未知道,不然也不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 蓝氏点了点头,线线,什么?以后和我一起处理事务。 这,你不是那身归女子,你是魏氏的公子,蓝氏二公子的主君。 魏英被他的话惊到了,他也想过以后该如何。 他是男子,总不可能跟个身归女子一般,在这大院里,等着夫君回来。 蓝湛把他扶起,而后牵着他的手出门了,吩咐伴下今晚不用准备晚膳了。 魏英走在热闹的街上,突然有点不习惯了,他线下习惯了云身安静的地方了。 蓝湛牵着他的手慢慢走着,魏英看着线下这般和谐,难得有人想挑起战争。 毕竟线下三大世家都团结在一起,而姜氏早年还有金氏的支持。 可随着金氏大公子和姜氏长女的过世,不太重视。 看在遗孤的面上或多或少都会给些好脸色。 那为何? 魏英被突然出现的小兔子谈话吓了一跳,蓝湛道他来到了一脉谈话处。 现现,现下是我跟你的事尤为重要。 魏英拿着糖不知是吃还是不吃,现下他们确实是有很多事要做,毕竟还未入信。 魏英坐在床上,紧张得快把自己的手都搓疼了,一直在跟自己说,没事的,没事的。 二哥哥是你的夫君,你是他的夫郎,行夫夫之礼,是。 还未等他给自己做好准备,他就看见蓝湛喜书回来,心快跳到嗓子眼了。 蓝湛喜书回来,看到坐在床上紧张的人,他走到他面前站定,而后低下头亲了亲他的额头,感受到面前的人将映住,真是可爱的紧,他摸了摸他的脸,现现。 只要一日我们还未心意相通,我都不会对你做任何事,所以不用这么紧张,知道吗?我要的是你的心甘情愿,而不是义务,知道吗? 卫英点了点头,蓝湛脱了外衣,抱着他躺下,拿过一旁的被子盖好,又微微起身看了看,可又把他盖岩石,确认了才躺下,把他抱怀里,蹭了蹭他的额头睡吧,我的现现。 卫英窝进他怀里,蹭了蹭,闻着他刚刚沐浴过后的味道,这是自己这三年来不敢想的事,现在却成了真。 三年,自己在空荡荡的房间休息,每日看着他可会来,渐渐地发觉他不会来了,而后渐渐地失望了,蓝湛睁开眼看着怀里熟睡的人。 他真的欠他太多了,他感受到他的不安,三年无望地等候,渐渐地失望,还好还来得及。 在他的心还未完全冷透时,他及时留住,现现,以后夫君慢慢温暖你有些冷的心可好。 晨光细微,卫英习惯地醒了,他动了一下身体,发觉自己被人紧紧抱在怀里。 他愣了一下而后想起,他的夫君昨晚在自己这里歇下了,他小心地抬头看着他,小心翼翼地伸手点了点他的鼻尖,又点了点他的唇。 不是梦呢,蓝湛亲了亲他的额头线线,醒了? 嗯,蓝湛又抱了抱他,而后抱着他一起坐起来,拿起一旁的衣服穿好,把他的衣服拿过来,帮他穿好,把他抱起,把他放在梳妆台坐好,出门打水回来,两人洗漱好,蓝湛帮他竖发,看着镜子里的人,因为自己的注视而红的脸,他好心地放过他, 牵起他的手,走到桌边坐下,刚刚出门打水时,吩咐了伴下准备早膳,蓝湛成了碗粥给他,而后两人静静地吃着,这时弟子过来,说先生有请,蓝湛应下,弟子便退下了,二哥哥,叔父找你,可是出了什么事? 是,因为线线啊,我,因为叔父终于放心了,我看到了我的小夫郎,貌美如花肯流速近视,跟你培养感情了,所以找我去要我好生对待你,不可欺负你啊,不知是不是魏英的错觉,他说欺负二字时的语气不一样,魏英连忙低头,吃起碗里的粥, 蓝湛看着他,坏心眼地凑到他耳边低语陷陷,碗里都没粥了,怎么不再成点?魏英看着空了的碗,我,我准备成了 蓝湛好心地放过他,看着他吃饱了,便让伴下过来服侍他,而后便去雅士,出门前回生午饭时,未见我回来,换伴下过来寻我,不许自己一个人傻傻地等着,知道吗? 知道,看着姑爷出了门,伴下这才进来服侍他,看着夫郎这几日明显变了的样子,他替他的少爷开心,起码现在是个好的,开始不是吗? 起码姑爷开始了解,少爷跟少爷相处了,蓝湛来到雅士,对蓝起人行了礼,蓝起人点了点头,忘记,听弟子说,你线下班回静氏住了? 是,既然决定了,便好好地相处,毕竟日子都是要靠你们自己相处经营的,有什么事两人商量着,切不可自以为是,知道吗? 知道,蓝起人跟他说了一会话,便让他回去了,蓝湛离开雅士,吩咐弟子下山买些玫瑰酥饼和藕粉桂花根回来,他的献献爱吃这些小甜食,看来得让厨娘学着做才行了。 蓝湛在书房忙了一上午,这时弟子买了东西回来,蓝湛让他放下,便让人退下了。 看着手里的帖子,怎么突然要各大市家去沐溪山? 他记得,那里有个屠户玄武,可是不是被封印了吗?难道谁把封印解除了? 他看着一旁的糕点,把手里的帖子拿在手里,提着糕点回了静室。 回到静室,便看见在院子里练剑的人,他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伴下,而后走到他身边。 抽出碧尘,跟他对打了起来,魏英正练着剑,突然感觉到身旁的攻击,没有杀伤力。 他便知是谁了,蓝湛陪他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,蓝湛心里对他的感觉变了,不曾想他的剑术这般好。